好,大家好,欢迎走进传制博客公开课 那么我是C++学院讲师驱逐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继续学习Python 那么我看到讨论区呢,有同学问到了传制博客开Python了吗 这个Python呢,是我们C++学院推出来的这个一门课程 Python呢,这门语言啊,比较简洁啊,比较容易上手学习 当你学习完C和C++以后,再来学习Python,是很容易上手Python的 也就是说,你不要把学习Python的这个难度跟C语言 C++语言或者说这个PSP,Java这些东西呢,一起来这个相提并论 当你有了这些语言的基础以后,尤其是C和C++语言的基础以后 你再继续学Python啊,实际上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门语言 而且呢,Python的这个功能呢,又还是非常强大 所以呢,我们C++学院呢,推出来这个Python的课程 好,那么咱们继续咱们的课程啊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来咱们这个公开课 通讯的公开课 那么我把课程呢,简单的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推出来的这个Python呢,是深入理解Python这个系列 主要呢,有八次课 第一次呢,主要呢,给大家介绍这个高效的开发环境基础 讲些Python的基本语法 像这种Python里面的高级点的数据结构 像列表,圆组和字典,这些东西 那么第二节课呢,也就是今天的课 咱们主要呢,来学习Python当中的字无串处理 以及特殊函数 那么Python之所以强大 就因为它的字无串处理啊,真是非常强 在咱们去做Web开发或者做科学计算的时候呢 用这些提供好的函数呢,去处理呢,非常方便 第三次课呢,咱们主要面向对象,来学习Python里面的封装继承 以及这个包的发布,为了变量命名规则等 第四节课,咱们学习文件操作 用Python呢,去操作咱们Linux和Windows平台下的文件 对文件进行读写 第五次课,咱们呢,主要是应用案例的一些剖析 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经典的Python案例 让大家领略一下Python的优美 第六次课呢,咱们说呢,Python呢,是一门胶水语言 用它去粘合C和C++模块 可以提升你整个项目,整个程序的性能 在处理业务的地方,咱们用Python这种简洁的语言 在需要高性能的地方呢,咱们再引入C和C++ 这种高性能的语言,来提升你的这个整个项目的效率 第七次课,咱们来学习Linux系统网络编程 也就是咱们在Python里面如何处理网络请求 原生的Socket,以及直接HTTP请求 第八次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Python 比较聪明的框架,Jungle 那么这个Jungle呢,咱们说是一个全站的一个框架 常常用来做这种外部服务器 那么第八次课,咱们重点呢,偏向一个应用 在这里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如何用Python 去做这种微信公众号的VPG开发 这是咱们八次课 好,那么进入咱们今天课程的主题 咱们今天呢,是第二次课 咱们的课程的主题呢,是这个字符串处理与特殊函数 那么这个课价呢,稍后呢,我会共享出来 那么 那么咱们说字符串处理与特殊函数在Python里面 那么这一块呢,我就要问一下大家 大家平常在学习或者在做开发的时候呢 你常常遇到字符串的问题,需要你做哪些事情呢 举个例子,在我们讲C语言的时候呢 常常我会给学生布置一道题目 我给你一篇文章 让你对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是英文文章 对英文文章里面出现的单词 进行统计和排序 统计出来单词出现频次最高的前三个单词是哪个单词 是哪三个 这是我常常给同学们布置这道题目的 那么像这种题目啊,在C语言里面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初学者 做这道题目的时间呢 估计呢,差不多得需要一个小时 选择两个小时 如果是作为初学者 那么用Python去解决这种题目呢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那么解决的代码行数呢 不超过时好 处理的时间呢 如果是一个手手的话呢 应该在两分钟 就能搞定这件事 好 这是Python用来做足事处理 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咱们来看 它强大 为什么能这么强大呢 咱们就来看看Python 提供了哪些手段 那么首先咱们来说一下 在Python当中啊 它呢 用来表示字符串的时候呢 是咱们C语言啊 常常呢 是用双引号 来扩起来字符串 单引号呢 扩起来是一个字符 这个呢 是很多同学的一个共识 在Python里面呢 它没有字符类型 注意同学们 它没有字符类型 它有这个Stream字符串类型 那么它的字符串 用单引号扩起来 可以表示字符串 双引号扩起来 也可以表示字符串 也就是单引号和双引号 扩起来的东西 都表示字符串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段 我用的还是第一次课程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iPython 一种交互式的Python解释器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字符串 Stream1 咱们让它等于 Hello 我打印一下 print一下Stream1 可以看到Hello 那么Hello是什么类型呢 咱们type一下Stream1 这是一个Stream 符串类型 那好 那么如果我定义一个Stream2 等于什么呢 按照咱们C语言的写法 我只定一个字符 我去print一下 可以打出来 那么咱们看一下它的类型 也是Stream 也就是说我写一个字符串和写一个字符 它的类型都是Stream这种类型 所以呢 这个单字符和字符串的在Python当中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在Python当中既可以用双印号表字符串 也可以用单印号的来表字符串 好 那么除此之外 Python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呢 字符串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在Python当中还可以用三个印号来扩起来字符串 称之为三印号 这三印号呢 既可以是三个单印号 也可以是三个双印号 那么咱们来看 Stream3 咱们再建一个字符串 Stream3 它等于三个单印号 咱们扩起来一个 helloitcast传制博客 123 print一下 Stream3 helloitcast 那么咱们再来type一下 看一下这个它的类型 type一下 Stream3 它的类型也是 这五串的类型 那么它和单印号和双印号表示的类型是一个意思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Stream4 三个双印号 扩起来 itcast ct 和这个博客 最加加 好 type一下 Stream4 也是Stream3 类型 打印一下 OK 没有问题 也可以 也就是在Python当中 这三种形式 都可以来扩出字符串 那么它为什么要这么搞呢 设计这么三种形式 那好 那么咱们来看我底下这个问题 如果想让你输出一个字符串 hello 这样 这第二呢 要求用双印号扩起 那么咱们在写C元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了 如果你字符串里面又要套双印号 咱们需要转移 也就是说C元的写法 和C加加的写法呢 常常呢 是这么来写的 我对双印号转移 第二 再转移 好 然后呢 跳回车 hello 第二出来了 这是C和C加加的写法 对 字符串里面的双印号请转移 那么既然咱们引入单引号了 那么咱们就可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呢 什么时候需要转移 当有奇异的时候 还需要转移 如果我这个字符串 本身是被单引号套着的 中间出现了双印号 这会儿是不是就没有奇异了呀 因为这个双印号不会跟它 这个双印号之前出现奇异 是因为它和它配对了 那么现在咱们敢用单引号以后 它和它呢是不配对的 这会儿就没有出现奇异 那么咱们小维说 OK 也可以达到咱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python去设计这种单引号 双印号都可以用的形式呢 可以简化咱们字符串 里面出现这种 这种重复的单引号 双印号 那同样的道理 那么在这儿 我还可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呢 不用单引号 我用三引号扩起来 表示它是一个字无串 小维说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就不用再去做转移这件事呢 好 那么如果现在需要你 这个第二能要求是被单引号扩起来 那怎么办呀 那么咱们就可以这样来做 hello单引号 这样 单引号 双印号 这样也是没有起义 如果你要这么来做 咱们说这就有起义了 同学们 因为解释器在遇到第一个单引号的时候 往后找 找到立刻最近的一个单引号的时候 会配对 那么它和它配成了一对 那么后面的它和它的也配成了一对 那么中间这个东西呢 就成为了一个未定义的变量 处理法错误 处理法错误 好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咱们说了就可以 双引号 那好 如果同学们 我现在想让你输出一个字无串 就长成这个样子 双引号里边套着单引号 那怎么办呀 我们用三引号去套一下 这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是Python强大的地方 这是在Python当中 如何去表示一个字无串 单引号双引号和三引号都可以 那么除此之外 三引号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三引号支持字无串跨行 支持字无串跨行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print 我三引号 Hello 消灰车 IT CAS C++ 消灰车 Word 消灰车 123 消灰车 大家看 我这个字无串中间有换行 我从三引号呢 可以支持这种字无串之间的换行 这是三引号 比较强大的地方 好 这是字无串 那么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那Python当中 如何访问字无串当中的值呢 那么字无串 咱们再来一个 String S吧 S等于 Hello Poor 的ID Task 好 那么我S 咱们敲回车 直接呢 S里面存储的是这个东西 那么大家呢 都有这个数组的概念 应该 那么当我家中复号的时候 我把这个字无串啊 当成是一个数组 然后通过下标0 去索引这第一个元素 咱们可以索引到H 是 那么下标为1 所以你的1 跟它是对应的 那么如果下标是-1呢 同样的 对应的是最后一个元素 因为这是零号元素 -1对应的就是乍 那-2呢 S 那么咱们可以通过下标 索引里面的元素 那么刚刚呢 我给大家提的说 你按照字典去理解 但是这种形式 中括号这种形式 在Present当中啊 称之为列表啊 列表 那么它和C和C加价字典 区别在于 列表里面可以存 不同类型的元素 那么C语言的数组呢 要求 数组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相同元素的 集合 相同类型元素 这个集合 也就是C语言当中 数组要求的类型 是一样的 那么 Python当中的这种列表 里边呢 既可以有四五块类型 也可以有整形 还有还可以有幅典型等等 好 那么咱们刚才看到了 可以通过下标呢 去索引字符串里面的某个字符 除此之外 那么Python还支持列表呢 Python的列表呢 还支持一种叫做分片操作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取出来 第0到5之间的字符 取出来的是Hello 那么0到3之间的字符 取出来的是EOR 可以是EOR 那好 那么0冒号后面什么都不写 表示0到最后 那好 这事咱们可以说呢 按照范围来取值 这称之为分片操作 咱们去中间 咱们把WAR都取出来 中间6到11是WAR 可以取出来 这是分片操作 那么 接着往下来看 那么Python当中的字符串更新 更新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说S现在是Hello World ID卡 我想呢 给它变成 传制博客 想给它变成传制博客 这个字符串 那么在这呢 咱们先用一个ID函数 咱们来记录一下 S这个变量的 相当于是一个地址编号 S相当于现在呢 只向的是这个地址编号 这个地址里面存储了 有Hello World ID卡的这个中创 然后呢 我让S等于什么呢 等于传制博客 传制博客 然后咱们再来看S S里面确实已经变成了传制博客 但是咱们再来IDS一下 大家看 这个编号还一样不一样啊 是不是不一样啊 这个呢 相当于是什么呀 相当于 当S等于传制博客的时候 新开辟了一串存储空间 把里面呢 存上了传制博客 然后让S这个指针指向 存储传制博客的 这个地址上来 地址编号不一样啊 所以咱们修改的呢 并不是在S这个字符串 原地址进行的修改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地方 跟C缘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咱们常常怎么干啊 比如说我想修改一个字符串的时候啊 我还想要保存原字符串的值 那么咱们就可以S2等于S 那么咱们S2 或者说S2等于什么呢 等于S再去加上 拼上一个字符串 加上空格 IT卡 回车 S2是它 好 接着往下来看 也就是说Python当中 字符串更新 并不是在原地上更新 而是开辟了一块新的存储空间 去存储新的值 那么字符串的运算符 字符串运算符呢 Python支持比较多了 像刚刚咱们给大家演示的加号 加号呢 是两个字符串连接 A加B 两个字符串呢 拼接在一起 如果A的值是Hello B的值为Python HelloPython 拼在一起 新号是重复字符串 重复输出字符串 这个功能啊 比较有意思 咱们来看一下啊 我SE等于Hello print一下 SE是Hello 这会我干嘛呢 我让它乘以 乘以一个三 调回车 大家来看 Hello出现了三次 那我要乘以100 Hello出现100次 那么咱们在做调试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呢 你想插入一些分割线 插入分割线 去大指金代码输出 那你就可以怎么做呢 这样来做 插入星 一行80 分割线 或者说你不想要这种分割线 想要它 不行 这是比较强的地方 字符串 重复出现多少次 通过这种索引方式去字符 分片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做in in是什么意思呢 S1是Hello 那我判断一下 字符串 这个e 有没有在se里面 true 也就是说 e这个字符 se里面有e这个字符 那么se这个字符串里面 有没有x呢 false 没有 这个x 这是成员运算 note in 跟它的意思呢 去散 那么 xnote in se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这件事是true 好 那么在我往下 r 原始字符串输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大家来看 当我print的时候 hello 首先咱们来看 hello 本身 print 打印出一个hello以后 就会有一个换号 那我现在干嘛呢 我再加上一个杠文 这个换号 这会咱们来看一下 出现了两个换号 再加一个杠文 又多了一个换号 那么这个杠文呢 咱们说叫做转译字符 print打印的时候呢 遇到转译字符 会给它变成杠文 来显示输出 那么r的作用 就是让这个字符串啊 按照字面值本意来输出 加个r 字符串本意 杠文呢 就当成杠文体积输出 那么这个r既可以是小写的 也可以大写的 是加的 这是加r的作用 按照原始组组 进行输出 就往下来看啊 Tyson当中的这个字符串 格式化 它呢跟这个printf 类似也支持这种格式化输出 比如说像看我这个例子啊 My name is 版号s 版号s呢咱们说叫做站位符 给后面的变量去占一个位置 那咱们说一遇到版号就是一个站位符 我让一个版号s一个站位给谁站位呢 s是给一个字符串站位 又遇到版号又一个站位给谁站位呢 版号d表示给一个整形站位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字符串当中有两个站位符 一个是给字符串站位一个是给整形站位 那么后面咱们就要把这两个变量或者说两个值放过来 那么zero是给这个版本上s匹配 21一个整形跟版本号d匹配 这块就要注意了 这是用版本号链接的 跟C语言不一样 C语言这儿是个逗号对吧 这儿呢是一个版本号 我们来看个例子 好那么我一个版本号 括号 我站位姓名是什么呢 姓名 APPC++学院 年龄是多少呢 C++学院两年了 好 这个呢 可视化输出 好 接着往下来看 那么咱们今天的一大重点啊 就是字符串的各种函数 那么我在做开发的过程当中啊 发现很多情况下都是对字符串进行各种处理 对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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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接词 进行各种处理 所以呢 我希望咱们同学呢能重点掌握一下这个字符串的各种处理 这样你在做开发的时候啊 这个基本功就比较扎实了 那么咱们来看啊 字符串各种处理函数 首先在这呢 咱们来一个测试字符串 就是hello idcast 按idcast cpp mystreet等于 cast按idcast cpp 我再加上一个按idcast 咱们拿它作为咱们的测试子符串 来学习下面的函数 好 那么咱们第一个呢 就是find查找 查找的意思呢 比如说我mystreet 大家看到了 里面是这个字符串 我现在想干嘛呢 我查找这个字符串里面 有没有这个出现过idcast 那么怎么用呢 就是mystreet这个字符串里面 我去find找谁呢 找idcast 找idcast这个字符串 小灰车 那么它返回的是一个12 12是谁呢 是这个第一个找到元素的 匹配元素的手字符下标 也就是它的所影值 那么咱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呢 mystreet 咱们刚刚讲了这个切片 那么咱们就从12开始切 后面空着不写 就是到最后 咱们调回车 12呢 是idcast 是这个位置 好 那么如果 这是咱们发现啊 我这个find只是找到了 这个珠块当中 第一次出现的 这个idcast 匹配上的 那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find函数还支持 你设置它的起始位置 从什么位置边找 它的终止位置 到什么位置 那么我现在起始位置 我跳过12 跳过这个idcast 比如说我从起始位置 从13这个位置开始找 一直到中止位置 中止位置呢 我可以空着不写 找到了23 这个位置 23要是谁呢 咱们来看 mystreet 咱们再切片 23这个位置 好 idcast cpp 找到了这个idcast 这是咱们说 可以设置你find的 查找的起始位置 和终止位置 那么在这儿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小技巧 也就是说 当你做开发的时候 你有可能记不清 这个函数的参数 怎么来传了 那么这会怎么办呢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函数 叫help help 你去看一下 mystreet 是咱们这个字符 try 对吧 第一啊 你可以这么来找 mystreet 说了是咱们自己看 那么mystreet里面 有哪些方法呢 你点一下 然后按type键 这是它所有的函数 那么你看一看函数名 你可以猜一下 count count 统计一下 有多少的idcast 出现了两次 出现了三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那么像刚刚咱们的find 你看type键 看到了有find的这个函数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怎么办呢 接下来用help 的函数 mystreet 它的 mystreet 相当于是一个实力化对象了 那么它的find的方法 怎么用呢 敲回车出来了 find的原型 你要查找的子串 起始位置 从什么位置开始找 end到什么位置结束 中国号扩起来的意思呢 就是选填 可以填可以不填 刚刚咱们试验了 如果不填的话 也就是说从起始位置 一直到最后 如果你填了的话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咱们说 对应的是 你要找的子串是谁 第二个参数 对应的应该是tap 第三个参数呢 应该对应的是 嗯 是这么一样 好 那么咱们完整的演示一下 mystreet.tap 那我还是找itcast 这是咱们什么都不传参的情况下 那我传参 star等于0 从0开始找 n的等于 等于谁呢 learn my tree 他呢 这块啊 咱们不要指明了 不要指明 特的参数名叫什么 可能对应上就可以了 这是表示从七指位置开始找 这是到终止位置 learn my tree learn my tree 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来看一下 Python提供了一个learn 函数 learn呢 是用来测试这个字符串 有多长 测试这个元素 有多长 好 那么0到最后一个字符的位置 这是find 接着往下来看 index index呢 它跟find的呢 方法差不多 区别不大 咱们来看 我现在呢 index 返回的也是12 在my tree里面出现的首位是12 那么index的区别 是跟find的区别在于 当你要找一个压根不存在的 你去找它不存在的时候 它会抛出异常 会抛出一个异常 提示 这个字符没有找到 能放 但是find如果找不到的话 不会抛异常 它只会返回一个负一 它的返回只是负一 现在会抛异常 这是它俩的一个区别 抛异常的话 咱们就可以抛弱一场 好 接着往下来看 count count呢 是用来统计 count是用来统计 这个street 子串 子串 在这个 统串里面 突现次数 mystreet是它 那么咱们来统计一下 mystreet.count 统计一下子串 itcount 出现了几次 出现了三次 一二三 那么咱们来统计一下hello 出现了几次 出现了一次 那么还可以统计一下什么呢 统计一下l出现了几次 出现了三次 一二三 统计 a出现了几次 五次 就是count 用来统计这个子串 在母串里面出现多少次 再往下呢 是这个 decode 那么decode呢 咱们说呢 它呢可以按照指定的编码格式 进行解码 incode呢咱们说是编码 decode呢咱们说是解码 decode什么意思呢 mystreet type mystreet 就是一个street 那么现在呢 我把它干嘛呢 我mystreet decode 给它呢 按照指定的格式呢 解码 encoding 我指定一下格式 utf-8 格式 好 我先不指定第二个看 咱们来看一下 这样 我一decode解码的时候 就解决了前面加了一个u u表示呢 它是 这种 咱们接收一下 s1 s2 接收一下 也就是说咱们在这呢 变成了unicode 这种格式 刚才咱们可以看到 咱们直接type mystreet的时候 就是street了一些 现在咱们进行这种编码 给它变成了unicode 这个格式 这个error 有什么作用呢 error的作用呢 是说 当咱们进行 编码的时候 这个street啊 这是严格意义 严格意义去进行编辑码 如果当它出错的时候 它呢 会往外抛异常 如果出错 默认会抛一个异常 除非 error 咱们去给它设置error的值 给它设成ignal 或者streetass 这个呢 这会儿呢 当你解码出错的时候 就不会抛异常了啊 一般咱们在这儿呢 顶多啊 一般会用做 这个 ino啊 或者说呢 直接就是让它严格意义 异常的去检测 你接着往下来看 向往下呢 这个函数能用的呢 相对比较多啊 这个呢 是一个替换函数 那么mystreet 所以咱们已经看到里面的值了 我现在想干嘛呢 我现在想把里面的itcast进行替换啊 给的都替换成传制博客啊 那么咱们就mystreet.vps 找谁呢 我要找到 itcast 这个独刷 替换成谁呢 替换成传制博客 好 小灰车 咱们可以看一下 idcast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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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同学们 咱们这个输出结果 是这个结果 但是mystreet本身是没有变的 mystreet本身是没有变的 如果你想让mystreet本身跟着变 怎么办呀 当你replay的时候呢 在前面追上mystreet等于它 这会咱来mystreet看一下 这就全都变了 好 巩固一下 OK 这会咱们把传制博客再替换成 idcast 追是似无串的形式啊 小灰车 但是mystreet咱们都没有变 慢慢等于一下 mystreet等于它 这会再mystreet OK 就变了 好 这是replace 那么后面这个参数啊 你可以指定你提换的次数 不超过多少次 刚才咱们如果不跟的话呢 咱们说呢是有多少替换多少 现在呢你可以指定让我们替换多少次 那么现在咱们来看啊 我指定 idcast替换成 xx替换多少次呢 替换两次 不超过两次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mystreet的能力 一次 两次 只替换了两次 这可以指定次数 那么还是像我给大家说的 说老师 我记不住这个函数怎么用 你不用记住这个函数怎么用 你学会一遍以后 对它有一个印象 等到你用的时候怎么办呀 mystreet一下 点先看 字图串都有哪些方法 你找到了 一看你之前学过 对replace有印象 知道它是一个 能进行替换的函数 那你就replace 然后怎么办呀 这个函数不知道怎么用 那就help一下 再来看 一看这个解释 old原来字不是二是谁 new你要替换字不是二是谁 kong替换多少次 刚才给大家讲了 这个中国号扩起来的东西呢 是可填可不填的一个参数 你把old和new填好 就是全部替换 kong是指定替换多少次 这样的话呢 你呢就可以快速的使用这个参数 所以你作为一个python程序员 你对这些函数 你不用刻意的去记 只要你学过用过 对这个函数有印象 知道它大概其实干什么呢 就ok了 等到你写代码用的时候呢 你shuff一下 你快速上升 成本是学习成本 是非常低的 而且非常简直高效 好 接着往下来看 往下来看啊 这个字不串 切片 分割切片 那么咱们来看 这是什么意思啊 MyStraight 咱们先找回咱们的MyStraight 那么咱们把MyStraight里面的XXX呢 先给它替换回 成IDcast 小鱼一下 好 替换回来了 替换回来以后呢 现在呢 咱们知道它是一个字符串 中间是以空格分割的 我刚才给大家提了一个题目 就是说 我要统计一篇文章 里面的单词出现次数 那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单词 都先分割出来啊 单词之间的分割符 是不是空格啊 那好 那我现在就借助于这个函数 对它们进行分割 按照用什么来分割呢 用空格 来进行分割 大家来看 这样的话 刚才咱们这个MyStraight啊 就被切分成了 一个单 一个一个的单词 套在中括号里面 中括号咱们说叫做列表 那么这个函数呢 帮咱们以空格来进行分割 分割成了列表 那么分割成列表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之前咱们讲过一个for学话语句 咱们就可以for k in 在什么里面呢 咱们先来接收一下 接收一下 分割出来的东西 咱们给它放到MyList里面 MyList是一个列表 是分割好的东西 然后呢 咱们MyList 咱们写 便利一下 for k in myList 冒号 print p 分割好的单词 列表出来 那么这个 这件事儿在C语言里面做的话 我们要用到ZTALK 这种还是什么 但是Python呢 很简单了 Lead一下 直接分割 好 好 那么V的后面呢 还可以跟参数指定了 要分割多少个串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这块我呢 加上一个d号 我分割 我设置 三 回车 让咱们看MyList 里面 分割了 最多啊 分割了 这么多个串 咱们来看啊 0 1 2 3 分割成了这么几个串 那么如果再遍一遍 让它等于2 MyList 一下 0 1 2 是不是 不超过 下标 数字下标 不超过2 我们理解这意思吧 好 如果你什么都不指的话 咱们说了 那就是所有的分割 好 这个函数呢 功能比较强 咱们用的地方也比较多 分割 好 再接着往下来看 那么分割完了以后啊 其实啊 咱们来看 再给大家演用一下 点 那么现在MyList 是什么类型呢 咱们type一下 MyList 是一个List 列表类型 List List 列表类型 点 也有哪些方法呢 type一下 其中有一个sort 方法 咱们来看一下sort 咱们用那个sort方法呢 List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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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yList 下 再MyList 再来看一下 跟刚才有什么区别 对 这个区别啊 按字点排序 是不是啊 sort 那就是排序 那么咱们来看 咱们要想写一段代码 上刚刚咱们那个MyStreme 是这个样子 就是最原始的样子 那好 那么咱们定义一个mylist等于mystreet.list 用空格来分割 好 这是第一行代码 第二行代码呢 mylist.force 排序 然后呢 mylist 完成了把一个字符串切割 并且按字典去排序 非常快 好 接着往下来看 这个函数呢 是把第一个字符变成大写 mystreet看一下 那么mystreet.r 第一个字母变成了大写 这是这种 这种函数呢 公众比较轻 也比较传参 有点印象就行 再往下看 center 这个函数呢 是返回一个原字无创 并且去中 用空格呢 去填充指定的宽度 是什么意思呢 mystreet 本身返回的是它 我现在mystreet.center 我指定一个50 hello world这个中串呢 放在中间 左右两边用空格去填充 是这个意思 60 左右两边 就是超了 65 左右两边空格填充 这是center 再往下看 nd nd 对 这个还是用来判定判断 一个字不串是否 是以这个obg结尾的 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现在 字不串的结尾是ID card 我要判断一下 我的字不串 是不是以它结尾呢 我判断一下 字不串是不是 以ID card 做结尾 找回车 找回处 这样的事 那我这个字不串的结尾 是不是 这个 XXX结尾的呢 false 不是 就是判断 是否是以谁结尾 那么有判断是否以谁结尾 那么就应该有判断 是否以哪个字不串 开头 那么咱们来看一看 看一下 这个函数会是什么呢 大家看谁像啊 tars位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tars位 那么判断一下 这个字不串是不是以 iT card开头呢 不是 那么是不是以hello开头呢 得出 start 这就好 当你做一些字不串处理的时候 这个行动呢 会经常用 判断一个字不串 是不是以某一个 你指定的字不串 开头 这个还是非常精明 用起来非常爽的 那么我把我刻件 里面的这笔的内容拿上来 好 咱们跟它放在一起 好 咱们跟它放在一起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我这一块呢 n的位 top 那就更新了 那么有朋友会问 老师你这是用什么写的刻价呀 我这是用的markdown 用的是这种markdown 这种语法格式 这个刻价 它可以直接生成 这种html网页 也可以生成pdf 那我的刻价呢 稍后会以这个pdf 或者是网页的形式呢 大于一样 好咱们继续 这是这两个函数 那么再往下走 这个呢函数呢 是说把table 转为空格 多人的空格 table size呢是8 也就是说当一个 试图里面如果有table键 table这种制表图的时候呢 转为空格 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呢 用的地方不太多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往下来看 这个函数 判断 判断 也就是说你这个字符块里面 至少有一个字符 并且所有字符都是字母或者数字 那么反归处 要求啊 首先有两个要点啊 第一它至少得有一个字符 第二呢 所有字符呢 要么是数字 要么是字母 这样才会反归处 那么咱们来看 那么咱们判断一下 首先咱们判断一下MyStreet是不是这样符合只有字符 字母和数字的这种字符块呢 咱们判断一下 都是以字母 所有字符的字符都是字母 咱们判断一下 好咱们来看一下 TopMyStreet.r OrReturnTrue 如果所有的字符 应该是判断数字 它这个呢 是判断数字的 那么咱们来一个数字看一下 S1等于什么呢 我这个数字 都是一个数字 那我S1点 这是处 那我再来一个S2 如果它是等于 语言有数字又有字母 咱们呢 插了个字母 S2点1 数字 有数字 作为真 那么刚才咱们那个 这个是要求呢 一个字符串里面呢 它有没有这个字符 有数字 它就会反回真 那么刚刚咱们测试的那个字符串呢 MassTree里面没有数字 所以反回了false 这个呢 要求这个字符串里面 至少有一个字符为数字 咱们把我的壳价稍微改一改 判断这个 至少有一个 数字 都是字符 好 这是这个海数的作用 好 那么咱们先课间休息一下 咱们再继续 咱们再试一试 bau information 咱们再试一试 试 试